10月30号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进一步落实 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相关举措 作为所谓台积台造政策的指标 台湾自主研发的永鹰高级教练机 目前交机进度落后 而且下一代战机研发已被台防污部门喊暂停 为何所谓台积台造政策会变成无以为继 只剩口号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深入解析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风康尼的威力继续增强 10月30号早上转为超强台风 台气象部门已经发布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 预计台风会在31号中午前后登陆台湾 届时台湾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风暴雨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李贤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10月30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介绍了 进一步落实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相关举措 朱凤莲表示 相关举措包括 第一是在完善两岸融合政策体系上迈出更大步伐 目前国家移民局教育部等部门 出台一系列支持福建示范区建设政策文件 进一步为示范区建设授权赋能 福建省发布三批45条政策举措 让台胞台企可感可及 暖心安心 充分体现大陆为台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心意 下一步将继续研究出台一批新的配套政策措施 持续完善和推出创新举措 为更多台胞台企在示范区发展 创造更好条件 分享更多发展机遇 第二是在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上 迈出更大步伐 福建落实落细首批225项同等待遇清单 取消台胞在敏赞助登记 实现台胞在敏定居落户 院落近落 上线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 基本实现台胞在敏一网通查和全网通办服务 一批台胞通过直接财任台湾职业资格方式 取得大陆相应技能证书 一批台胞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 及仲裁员 调解员 陪审员等 一批台胞同等获评各级各类荣誉 台胞在敏就业创业更有保障 在敏社会参与更加广泛 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广受认可 下一步将推出更多便利台胞参与的 社会融合项目基层治理岗位 扩大台企加入福建老字号 中华老字号的数量规模 加快打造夏京 辅马 同城生活圈 推动学校 医院 科研机构聘用更多的台胞 继续落实台胞在敏购房 普惠养老 临时育困救助 参保无险一金等 享受当地居民待遇 让台胞愿意来留得住 融得尽 发展好 第三是在促进敏台经济融合发展上 迈出更大步伐 截至目前福建累计引进台资项目 2.5万多个 实际利用台资330亿美元 敏台贸易额累计突破1.5万亿元人民币 敏台经贸稳步增长 金融合作创新发展 行业标准共通持续推进 示范区已成为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下一步将研究出台促进敏台融合 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继续支持福建敏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敏台基础设施应通 尽通 着力构建立体式综合性对台通道枢纽 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 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 试点 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 建设平台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 完善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 深化敏台优势产业合作 为台山台企提供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 第四是在扩大敏台社会人文交流上迈出更大步伐 近年来福建已累计举办200多场重要涉台交流活动 参与台胞超过了2.5万人次 示范区已成为两岸民间交流最活跃的区域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 第十二届海峡青年节 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 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等一系列两岸同胞欢迎和喜爱的品牌活动 成为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心交融的重要平台载体 让两岸同胞走得更近更亲 下一步将持续巩固两岸文化纽带 拓展寻根业主和宗亲 乡亲 燕亲交流 继续实施敏台历史展示溯源工程 开展敏台关系 档案文献保护利用工作 创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方法 让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更牢固 动力更强劲 让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越来越成为生动的现实 29号 福建省发布第三批四方面 共17条会台立民政策措施 这份大礼包获得了在下台包台商的称赞 纷纷表示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史上的快车岛 助力广大台包逐梦大陆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 看到这个17条的这个政策 让我们感觉到在福建生活非常的幸福 好 也感受到政府的说到做到 是满满的这个幸福感 获得感 85后台青曹盛勇 2017年底从台北来到厦门 从事中医药行业多年的他 此次特别关注福建新一批会台立民政策措施中 有关于支持台湾同胞 莱敏发展的部分 我自己本身从事医疗行业嘛 我们会面对非常多的就是医疗人员 那像我们最近也在引进台湾医生 那17条政策的发布呢 更好的促进了台湾医生来民职业 同时呢 它也保障了我们既有的台湾医生 职称评定的一个服务 也更好的让更多的人才愿意来到我们福建 去做职业 来自台北的90后青年 寿彦宣2018年开始在厦门创业 如今他是厦门燕来府医院的总经理 同时还加入了厦门市私明区 涉台人民调解委员会 成为的一名调解员 寿彦宣表示 在扩大对台司法服务方面的新措施 是对台商台企的一大保障 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其实是让人非常振奋的 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司法保障 能有更多的一些举措 让我们就可以更安心的 在企业上面有更大的一些投入跟发展 然后也可以有更多务实的一些 工作上的一些 开展上的一些推进 那从而因为心安了 那什么都安了 那自然发展就会有更好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这个展望 新措施也为台胞在门生活旅游 提供了更多便利 其中提出将推出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 台胞可以线上申请 在门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 这些利好进一步激发了 台胞自驾游八敏的性质 临时驾照办好之后就可以 带我们全家亲友一起在福建 也是一路开车 然后来个整个福建省的 九四一区的这个旅游 让真的让我们农入这边 然后来认识自己祖籍地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未来 将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 会来我们这个台胞台起 登陆家园的这个第一站 这个厦门或是这个第一家园 来我们福建发展 然后从这边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下面报道 近期大陆各地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 两岸文化经贸交流活动 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记者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介绍 10月23日至25日 首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 在北京成功举办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 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刘兆玄等 200多位台湾嘉宾参会 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主题 举办了开幕式和文学主论坛 文创论坛 两岸区域民师对话 四海文化论坛 两岸书画民师对话 电影论坛 电视论坛 两岸中卿文化论坛等 七场分论坛 以及曲艺演出 两岸书画民师作品展 话剧 寻味 演出等展演展示 和参访交流活动 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 朱凤莲还介绍了 10月22号至24号 在浙江天台举办的 2024中华技工文化节 海峡两岸以及马来西亚 泰国等信众700余人参加活动 其中台湾嘉宾400余人 以及10月20号至28号 在四川举办的第五季 掌上鼠授 两岸新媒体体验活动 活动以寻美川藏县为主题 邀请两岸40多名媒体人 走进川藏县 沿途20个点位采风拍摄 充分展示川藏县沿途山川之美 文化之美 产业之美 天路之美 受到两岸民众 尤其是台湾青年的广泛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呢 用歌曲短剧等方式来演绎 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成为我们今年 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亮点 那厦门卫视 中国台湾网 全国台联台胞之家 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 《等你回家》 融合了普通话和闽南话 以相应传相情 唱出期盼两岸团圆的真情 云南省台办和中心社云南分社 根据香格里拉藏族青年 和台湾桃园青年的爱情故事 创作了歌曲《云台窑》 并据此拍摄了五集的微短剧 《寻梦香格里拉》 传递两岸青年交流当中 坚定持久的力量 另外 朱凤莲还预告了两项文化交流活动 分别是10月31号 将在北京举办的 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 以及10月31号至11月3号 将在厦门举办的 第15届海峡两岸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 另外 对于近期各地举办的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 朱凤莲也介绍了有关情况 围绕加强两岸科技产业合作 鼓励台胞因地质疑 发展新制生产力 举办了第27届金台科技论坛 第五届海峡两岸陕西 经贸科技合作大会等活动 引导支持台商台企融入高质量发展 抢抓高水平共建一带一路机遇 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围绕加强两岸农业和特色产业合作 举办2024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 肯谈会 辽台经贸合作交流州等活动 鼓励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发挥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引导台商台企 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转移产能优化布局 围绕深化融合发展 帮助台商台企拓展内需市场 举办第19届干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 第18届湖北武汉台湾州 第15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等活动 其中干台会签约台资项目34个 湖北武汉台湾州签约项目46个 东莞台博会有42.3万人次 线上线下参加 这些活动不断强化了 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 和交流交往的窗口功能 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产业合作 融合发展的平台作用 充分表达了两岸同胞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共同心声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此外 朱凤莲也介绍了 将于11月5号至10号举办的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台商台企的参展情况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会在11月5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今年有18家来自电子信息 机械装备 航运物流 轻工食品 生计医药等领域的 台商台企以及产品参展 我们欢迎两岸各界人士 届时前往参观 洽商合作 台所为驻美代表余大雷日前声称 台湾民众已准备好作战 不需美军帮忙 此言论一出 立即遭到岛内各界痛批 对此国财办发言人朱凤莲 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赖清德当局加紧备战谋独 只会让台湾更加兵凶战危 台驻美代表余大雷近日接受美媒访问时称 台湾民众已准备好作战 不需要美军帮忙 引发岛内各界抨击 有舆论指出 这种引战言论 对台湾处境和两岸关系都不利 涂增台湾风险 升高两岸紧张形势 对此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有关言论再次暴露了赖清德当局 为了政党私利 不惜把台岛变成战场 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的丑恶嘴脸 大家应该注意到 这一段时间 从编列6470亿新台币防务预算 到高价购买美国武器 从成立所谓的全社会防卫任性委员会 鼓噪培训40万民兵 到暗地支持黑熊弦院 甚至要求高中生去签署 什么所谓的暂时青年扶勤同意书 从续谋在公庙囤积弹药 到讨论囤积粮食和医疗物资 这些都充分表明赖清德当局 正在加紧备战谋独 如果任其一意孤行 台湾只会更加的兵凶战威 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持续升级 导致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灾难性后果 台湾同胞是看得越来越清楚 纷纷发出了反台独谋和平的心声 民进党当局必须正视 岛内的主流民意 停止乙武谋独 停止台独分裂行径 近日赖清德在新北市淡水区 视察台海巡舰队时声称 未来七年将完成 1000吨级以上大型舰船11艘 让大家有更好装备 更安全地面对所谓各种形态威胁 也更有信心守护所谓 国土与海江 对此朱凤年表示 首先必须指出一点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有什么所谓的国土与海江 赖清德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谋独挑衅 是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 是台湾陷入兵凶战危的最大乱源 赖清德当局妄图乙武谋独 完全是皮肤汗术不自量力 最终是死路一条 他们在所谓的备战谋独上面投入越多 对台湾老百姓的民生照顾就越少 最终给台湾带来的危害就越大 另外台教育部门近期要求高中生 签署战时青年父亲同意书 搞所谓全民防务 人人有责 民进党当局还检讨能源和粮食储备 对此朱凤年表示 台独意味着战争 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我想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 因为台独而被裹挟上战场 民进党当局蓄意云武谋独 强迫台湾青年充当炮灰 是对广大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青年安全福祉的最大威胁 只有坚定的反对台独 台海和平才能够得到切实保障 台湾民众才能够安心无忧 台湾青年才能够有更好未来 近期台陆委会海基会高层 都有否定九二共识的相关说法 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家望言称 在海基会档案来往文书中 找不到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已经不合时宜 需要一个更具前瞻性的架构 来谈两岸未来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年回应表示 九二共识的历史经纬和重要作用 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共识 但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 铁证如山有据可查 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也不是一中一台 这不仅符合客观的事实 也符合双方各自现行的相关规定 使两岸可以各自争议 建立互信打开交流和交往的大门 九二共识的精髓是求同存异 求一个中国之大同存 两岸分歧之小异 充分表明两岸中国人是有能力 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朱凤莲表示 九二共识奠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治基础 才能开启两岸协商谈判 推进两岸政党交流 建立两岸制度化协商与联系机制 才能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开创经济 社会 文化等各领域 大交流 大交往 大合作局面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政治基础 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航大会等国际组织活动问题 才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 才能在2015年实现1949年以来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 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 但2016年以来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不断歪曲 甚至否认九二共识 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其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死心塌地搞台独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 台湾同胞就能受益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两岸关系就会紧张动荡 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定海神针 任何刻意曲解历史 否认九二共识的重要作用 宣称九二共识已经过时的言论 都无助于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此外 10月25号是台湾光复79周年纪念日 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 否认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 但是岛内各界和民间团体 纷纷进行纪念 并呼吁恢复台湾光复节 为法定假日 对此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 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从民族大义出发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国家观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与大陆同胞一道 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追求和平统一美好未来 共享身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 赢得的胜利成果 值得两岸同胞共同纪念 赖清的当局不仅不纪念台湾光复 反而一再地宣扬美化 荷兰 日本等外国殖民台湾的历史 借以构建台独史观 为其新两国论虚构历史依据 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成果的公然否认 是对两岸同胞巨大民族牺牲的 严重亵渎 是典型的数典忘祖民族败类 近日有岛内人士指出 台南市孔庙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石牧民 利用职务之变 在孔庙导览解说上 宣扬所谓台独意识 质疑孔庙要变成所谓台独庙 对此朱峰连指出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孔庙是纪念孔子 传承儒家思想 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 台湾各地的孔庙 源自大陆 是两岸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的证明 岛内台独势力 利用各种手段和伎俩 践进台独去中国化 妄图削弱 割断台湾同大陆的连结 磨灭台湾社会的中华文化印记 淡化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 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干扰破坏两岸关系发展 用心险恶 危害巨大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和我们一道坚决的反独促统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 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贡献 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动作不断 与此同时 外部分裂势力也频频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 在今天的国台办记者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日前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涉台决议 内容包括通过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 及其持续环绕台湾的武力挑衅决议 公然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内容进行歪曲 试图为台湾地区扩大国际活动 暗中扶持台独势力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予以严正驳斥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欧洲议会通过有关决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欧建交时 欧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公开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朱凤莲表示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 使联合国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 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 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历史事实清楚 法理依据清晰 我们敦促欧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纠正错误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拉拢 贴靠外部势力谋独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此外 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日前撰文声称 美对台战略模糊仍是维系台海和平之道 美国应找到各方都能共处的现状 对此朱凤莲强调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只能由中国人来决定 也只能由中国人说了算 台湾问题的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尽管两岸尚未统一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改变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日前美方宣布最新对台军售 共约19.88亿美元 所谓美国在代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力言还望言称 对台军售是强化台湾的后备战力 平衡两岸军事能力 对此朱凤莲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美方应当采取切实措施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将美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 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正告赖清德当局 买武器买不来安全 只会让台湾更加的兵凶战危 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 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势 动摇不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 外部分裂势力持续在台海红火 而民进党当局也加紧谋独行径 日前台外事部门主管林家龙 窜访威地马拉 外交部回应表示 威地马拉应认清大事 做出正确抉择 而台外事部门望言称 中国居心迫策 企图破坏分化友邦与台关系 对此朱凤莲予以回应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我们相信有关国家将认清大势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朱熹理学思想中 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一个偷减少话 我这次一定是考个考成 考作弊 对 不 考努力 一个判斗内奸 哥哥 你看我敲得出 你别说话 越来越无法无偏了 你说将儿子怎么办呀 我把你个套 那种收拾的方向 欢乐家长群 十日二十日起 十八点四十五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讲新闻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一边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一边鼓吹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所谓的台积台造就是蔡英文时期喊出的口号 不过据台媒报道 作为所谓台积台造政策的指标 台湾自主研发的勇英高级教练机 目前交机进度落后 而且下一代战机研发已被台防部门喊暂停 据台媒报道 有关研制台军下一代战机的进展 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表示 下一代战机研制有两个观念 第一是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要成熟 第二是必要装备能外购获得 顾立雄称 必须要这两个条件成熟 而现在有一些关键技术还没有成熟 这等于间接证实下一代战机研发已喊停 其实外界也从不看好台湾有能力研制下一代战机 认为政策眼高手低 只是因为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一头热 加上民进党当局力推所谓台机台造政策 所以才没有人敢阻挡 至于台湾自主研发的永英高级教练机 台湾中国时报的评论指出 永英高级教练机因为有IDF金国号战斗机研制基础 难度不大 门槛不高 台湾汉翔航空工业公司才能顺利量产 然而性能是否完全符合台空军需求 仍待时间检验 据台北此前报道 台湾汉翔公司工程师前不久在社交媒体 发布大量战机制造的机密资料 恐有泄密疑虑 今年9月27号 汉翔公司曾对外说明 一架永英教练机服役期间 发现机舱噪音及抖动现象 反场进行测试 台北分析指出 民进党当局高喊8年的台机台造政策 很可能在永英全数交机后画下句号 如此一来 所谓台机台造政策无以为继 人去政息只剩口号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 赖先生 看了上述新闻 您认为为何所谓台机台造政策 会变成无以为继 只剩口号呢 一开始我们就说 这中间有猫腻啊 我们都知道要发展防务的军事工业 它本身必须要有非常完整的配套措施 而且还要有长期的人才培育计划 在蒋经国时期对于这些军事工业 军事科技的发展有长期的人力的人士的培养 也就是人才为优先 然后再把基础工业建构好 这样的一个情形才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战机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IDF金国号战机 那当时花了几十年的光阴 可是问题是当IDF发展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李登辉 他就开始把台湾的军事工业断送了 为什么 他一口气向法国买了60架换项 同时在美国的高压下 买了150架的战机 这样的情形 台湾的战机进入了饱和的一个阶段 所以IDF的生产一下子爆满了 那就后面就没有订单了 后面的二三十年没有订单的情形下 这一个企业集团当然就维持不下去了 所以后来这个企业集团就萎缩了 人才就流走了 那李登辉既然把台湾的这些基础打掉了 蔡英文上来了以后 没有任何基础的心理下 怎么可能自己发展出自己的新一代战机 怎么可能发展出所谓的新一代的高级战斗教练机 所以当他开始说要所谓的台机台制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中间有猫腻了 中间是不是有油水要卡了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 我们看到了洒下去不知道多少白花花的银子 那么有多少的银子流入个人的荷包里面 台湾民众辛苦工作的血汉钱就是任这些人糟蹋 这个结果是我们早就预料中的事 只不过是赖金德上来了以后 看他已经走不下去了 无以为继他不想背这个锅 所以他就断然处置把它终结了 好的 感谢赖先生的点评 不仅所谓台机台造政策无以为继 只剩口号 台军演习也是状况频出 据台媒报道 台陆军常态19号实兵操演 自10月28号起至11月1号进行 不过今日却传出 有30多辆军车一度故障抛锚 报道称 为期7天6月的台陆军常态19号实兵操演 由六军团担任统裁部中部装甲586旅 南部机部333旅实施跨区攻防操演 并于26号27号实施战术机动 如今却传出有30多辆军车一度故障抛锚 对此台陆军司令部参谋长陈建义29号辩解称 并没有这样的状况 可能是在机动过程中 驾驶员车长根据车上仪表显示状况 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做预防性处置 另外则是统裁部无预警下达车辆被破坏等要求 要官兵临时应对处置 陈建义还称上述设定状况有预期和不预期 借演训要求操作应对处置 这也是陆军演练重点 这些在演习当中所会面临和发生的状况 预期或不预期的 实际上也是在作战场景上面会发生的一个状况 对于这番说辞 由岛内网友嘲讽说 原来30辆抛锚是演习一环 是考验维修效率吗 也有网友讽刺陈建义 话都被你讲完了 还有网友说 台军应付装备检查还可以 真正用在道路行驶或作战就漏洞百出了 其实台军车的妥善率一直堪忧 在汉光40号演习中 就传出一辆云豹装甲车引擎故障 不得不停在民宅门口维修 岛内舆论批评 近年来台军操演频频出事故 甚至造成伤亡 劳民伤财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 谢寒冰 谢先生您好 台陆军称常态操演中有30多辆军车 一度故障抛锚是演习一环 您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回答非常趣味 如果这真是演习一环的话 那表示军方这边的设想 就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或是有紧急状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有大量的车辆抛锚 这就是他的设想 因为你认为现在军方的真实状况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你干嘛设想这种状况去演习呢 显然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反应真实状况 所以假设军方的说法为真的话 那你就再告诉我 现在装备的妥善率非常糟 一旦开战很多东西都是坏 你必须要紧急维修 他才可能会使用 这是军方想要告诉大家的意思吗 那实际上台湾军方的事情是最不容易常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直在讲台湾有一半的人当过兵 因为台湾的男生几乎都当过兵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台湾的男性大部分都知道军中是什么状况 我们的装备妥善率一直都非常差 不是过于老旧 就是根本只是在那边摆样子 每一次高装俭拉出来 假装一个样子 长官点完交差了事 那实际上装备真的能用吗 你看台湾每一次演习 几乎都有装备出现状况 这就是一个民政 那再加上台湾当然一方面 军购取得不易 那特别是装甲车辆 一些比较大型的机具 通常都是摆了好几十年的东西 那他的妥善率怎么可能会高 所以在一个妥善率如此低的军队 请问一下他的战力到底有多少 真的是军方所宣称的这样吗 其实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数 所以我觉得当你在演习的时候 都必须要去预想大量装备 一开始就是故障情况下 那台湾怎么可能会有战力可言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与其花大钱 去搞一些面子工程 去搞这些演习 去跟美国人买这些迟迟永远不会来的军备 还不如先从最基本的妥善率开始改善起 如果连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到 想要有战力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台湾人对军方也不会有信心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台海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 应在桃园市长任内 涉嫌收费500万元新海币 29号桃园地方法院首度开庭 传讯因同案被起诉的 台塑集团前顾问廖俊松 廖丽婷父子 和廖丽婷妻子黄芷珍 身穿灰色外套 戴着口罩帽子 他是台塑集团前顾问廖俊松的儿子廖丽婷 低调不出法院 不发抑郁 因为父子俩涉嫌向桃园市前市长郑文灿行贿 29号桃园地方法院首度开庭 检方调查后发现 73岁的廖俊松和其40岁的儿子廖丽婷 在2017年9月14号 拿着廖丽婷妻子黄芷珍提领的现金 到郑文灿住处向其行贿500万元新台币 请求郑文灿在林口特定区公武工业区扩大开发案中 予以护航 以获得利益 第一个被法院传唤的廖丽婷当庭认罪 并表示想转做污点证人 以获取免刑的机会 其父亲廖俊松也承认向郑文灿行贿500万元新台币 请求法官从轻量刑 法院最后传唤廖丽婷的妻子黄芷珍 她表示 在2017年9月14号接到通知 要凑500万元新台币 当时并不知道要现金作何用途 直到丈夫跟公共到郑文灿住处送钱后 才得知原因 人证物证拒债的一个情况 那么法庭上当然就是让证据说话 我们希望法官在审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 能够误网误咒 秉公办理 检方依汤姆罪起诉郑文灿求刑12年 如今法院首度开庭 案件中相关刑贿人员全部认罪 真相也慢慢浮出水面 以法制红线 首号安全生产底线 以高水平安全 护航8米高质量发展 新修订的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 2024年9月1日起施行 又到了台湾市饼采收旺季 新竹新浦小镇迎来大批观光人潮 年轻世纪师返乡 文创作品多元应用 团队还到大陆参展交流 来自陕西的老板娘 把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带到台湾 其中又长又宽的护带面 面香格外厚实有劲 吸引大批时刻流连忘返 海峡平经济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台湾故事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风康尼的威力继续增强 预计台风会在31号中午前后 登陆台湾 届时台湾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强风暴雨 台风它整个外围的环流 已经逐渐在接近台湾的东半部 这一带 在恒春畔岛这一带 还有南与绿岛 都已经逐渐在受到它的影响 而台湾附近盛行的东北风 也为我们带来一些迎风面的降雨 台气象部门表示 台风康尼正在持续增强 朝台湾岛前进 预计10月30号白天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源 宜兰 花莲等地 会有局部大雨跟暴雨 到了晚间 台湾岛迎风面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风雨加剧 31号 台风对台湾地区影响更大 除了东半部会有暴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西半部也会转为有雨 超过半个台湾降雨明显 台风的逐渐接近 就可以发现在北部 宜花 东这一带 整体的雨势上 都可以来到接近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至于在西半部的这一带 虽然还是被风趋 但是受到台风的云系的影响 也有一些下过山的整个降雨 所以在山区附近要留意雨势 为了防抗台风 台东县富岗渔港的渔民们 忙着加固渔船 以防止生财工具被吹走 台湾要板生死 这样生死不行 还要绑 还要加强 而在宜兰县苏澳港边 也塞满了近港避风的渔船 渔民们抓紧时间绑好船只 做好防台风准备 台风来势汹汹 给绿岛带来强风巨浪 当地居民严阵以待 做好防台风准备 街道上空无一人 大多数民众都待在家里 关紧门窗 不敢随意外出 有民众担心车子被吹倒 用绳子绑了好几圈 做好固定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